《友善娛樂新聞台》 來到年尾有係時候 點善過去一年了 《時代》雜誌選出2005年 最有代表性的發明 當中就包括了很多 不同表情的機械貓 不知道那麼喜歡打機的機仔 何時又會發明一個遊戲機 上榜呢? 當打機和古具機結合在一起 結果就會變成遊戲機 說明是遊戲機 機仔順理成章 擔任今屆亞洲遊戲展代言人 那代言人去到主辦場地 不少當然是玩一下桌頭東西 吸引大家注意 而要吸引人注意的話 有甚麼比得上有美少女在場呢? 所以機仔在活動上 就獲安排由不同地方的少女 餵牠吃特色食物 吃得這麼開心 難道機仔真的當自己是電子寵物? 有些能量給你 有些能量給你 我沒有能量給你 其實我自己馬上拿來 在台上 我不是故意的彈笑風聲 是因為我今天精神有點睡眠不足 加上我正在生病 在感冒當中 我就希望多講話 讓自己起敬一點這樣 那還好 應該還撐得住 機仔喜歡打機就出名了 除了他之外 其實圈中都有不少同道中人 他就試過和方力生 及乒乓成員一起上雷仲德家打機 他還說為人父母 都可以了解一下打機這件事 這樣就可以和子女 多一個溝通的橋樑 不過機仔自己 就選了較為傳統的方式 和父母溝通 就是趁聖誕節 一家人吃飯 我覺得今年 收到一份很好的聖誕令物 是公司給我的 今天晚上我可以休假 能在今天讓我可以回家 好好跟爸媽煎個面 然後吃個飯 已經超過半年沒有跟爸媽吃飯 是不是很誇張 但我沒有做大的 是真的 所以很難得 打機真是機仔的生命一部分 拍海報 CD封面 和演唱會時玩Crosplay都不夠 他說最想 希望自己將來的樣子 會放到遊戲裡面 我自己有一個希望 能夠將來有這樣的一個遊戲 如果能把國際機放進去就好了 那印象中之前就是用上了 金城武的整個造型 放在一個電網裡面 那個遊戲我覺得也很好玩 我有玩 那所以希望將來有這樣的機會 我想一定很有趣 如果能自己控制著自己去 歷險啊 去打什麼藥膜啊 那應該也很好玩